好久不见的苏简凡哥哥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梦幻西游号玩成什么样子了 一看你拿上那只增长巡手 就知道事情没有简单 那么简单 而且最新的全新的资料片 山河画卷你已经全刷完了 这个号的话保底是一个50W 武神男甲祖冠军 没画胜 再继全员也没多冠呢 在没有画胜的再继全员 没有你来骗来偷袭 上一年夺冠的服务器是名秀员呀 名秀员刚夺冠 没有画胜酒直接转区 直接转区来再继全员 那你跟我3W一个L哥 是一个队伍的 我操整个名秀员 全那么是我哥们啊 来展示一个我认识 来展示一个我认识 物理暴击几率加1.16的碎星爵 穿刺加1.09 物理暴击几率加1.1 物理暴击加1.16 穿刺加1.19 这把武器被你买了 1080的 是1080的吗 这没到1080 这把武器超帅 这把武器超帅 这把武器应该是1070的 先祖的1070挺难的了 1046 1046除以3加688 武器1036.66 双加的话这是一个66 再乘一个0.57 再加上一个37.62 对1074.28 双雾暴一伤害 双雾暴一伤害 这个平时呢 也是一个超级的快乐暴击兽 自己快乐就完了 顺便的话 拿着专用武器 跟着武尘坛队伍一起打 平时一般也没有双不离的阵容 所以说不用再买一套 端独的16加11的装备 仅凭一把武器 在平时打华山 打剑惠 打帮战的过程中 顺便还拿一个武尘坛 甲组冠军 以及战火凶击 你说气不气 宝宝11技能高连 加盾气 加进击必杀 8技能极限资质 任务宝宝 善恶实技能 资质常规 甚至有点一般 出其不意的泪腰 够一线 杀人力批 能加战敌 这只须迷的话 幸运反正感知都没有一只 今天反报好 这只宝宝 这只宝宝 这只宝宝速度自准弄到一百 然后华山 极限加点 估计得有个一万五千鞋以上 静台归宿 一万两千三百四十连鞋 看来到不了一万五千鞋 等级低 不要升级 为什么不要升级 为什么不要升级 你为什么要弄五只静台 妙题归宿的宝宝 每只宝宝都他妈一万五千鞋 不升级是为了速度低 现在华山已经到细节 这样已经细节到这样了吗 不升级是为了等 是为了速度低能拉起 九点速度加迟钝 我操现在 现在华山已经细节到这种程度了吗 拿了个一百三十八级 一百三十九级的宝宝 不要升级 是因为速度比较低 我操真的他妈的太细了 因为可能 就是凌波城和十多领这种门派 你速度拉的话 然后你被拉起的话 可能人家 出手能卡住在别人的前面 这样的话你可以绝对出手 防止被手失 非常的细节 我还第一次见到这种细节 真的是第一次见 我突然也想去玩华山了 哥 对不对 上去就那么一顿虫 他妈十多领 英姬 什么地厅 对不对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